看來今天的消息 今年這個肯定人比較肯定 這個香蕉啊 我們生了比較慢了 現在介紹說我們對著企業 說現在這個香蕉一公斤是30塊 算作是好價 在今年這個廁棟 過期要發生說這個香蕉一枚 只能讓這個柴辣 桃瓜 料料 所以今年這個 警方特別在那個香蕉 熄這個順路修 這個警察和這個二天 大家在這裡 你時還是沒時 這樣輪流在那裡看 我們讓這製香蕉的香蕉農事 真感恩 農民打開每一張香蕉 每一片香蕉都生得很漂亮 但是今年因為天氣比較冷 產量大大香蕉 結束不容易這樣去大街 雖然沒有錢已經建立香蕉的菜市 農民開心修行 但是也煩惱中間過期 香蕉比桃瓜的情形 那香蕉的鐵鍋價賞 一些菜籃都會來桃瓜 我們八年 每晚都有拍兩、三個 輪流在損 原理官市長鄉台北創的金鳥 因為品質好 大部分都外銷到日本 農產的經濟價格很高 第一身為創下的目標 今年市長鄉主席就特別設定 金鳥的順路上 然後來順路以減少金鳥的設置 所以我們都配合這個地形的選手堆 跟我們地形的這些 酒農 大家的共同 我們都在選項 所以 來達成我們零失竊的目標 我們目前是 還沒有失竊的任何的通報 所以我說我希望經由人民合作 是不是我們今年這個 我們的農產 我們這個區域 可以讓他們零失竊 當地的農民表示 有這個金鳥群的順路上 讓他們放心不救 不像歐年每天金鳥的菜市集 大家都要拿身體 躺著睡著 煩惱一年的生活 都被插頭淘淘去 所以農民很感激的驚訪 有這個大型順路上的想法 記者委訪國年報道